全油管最快新闻 2023年3月16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爆料 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远书记郑小燕涉嫌贪腐 郑小燕利用权利为亲属牟利 让丈夫提前退休 该案牵涉多人 其中八名亲属被查 夫妻同日被留置 这一案件映射出了家庭腐败的严重性 提醒我们警惕权利滥用的危害 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多名领导干部的全家涉探 陆续曝光对于反腐斗争而言 仍存在许多老虎需要被揪出 订阅新闻急速的最先知小天下事